人都然已经摩拳擦掌在聊天室里面 等待董哥来评 这个一样是美岛电子报 所做出来的政党民调的民众党的这个part 他们在第三名32.5% 但是主要要看的是后面这个 在比上一次他们已经减少了 负3.9以外 他们的负面评价是三党里面 排名第一名50.4个百分点 是列为最高 吴子佳董事长认为这是因为白伟 就是民众党的立委 实际到进入到国会之后 表现并不如预期 甚至在空转 所以让全民很失望 过去帮这个柯文哲操盘的前幕僚 吴静怡他也说 在柯文哲带领之下 变成了要身为真的讨厌的第一名 所以很多人在讲 陈佩琪第三夫人争议变第一了 是反感度第一夫人 那柯文哲的首次操作立法院长选举 被发现一票两卖 所以将蔡壁如的离开 杨宝珍的离职都让人感到 无法留住人才 董哥 没有错啊 其实民众党在险后以后 他很多事情 其实都不合他们支持者的期待 那从立法院21号 那时候第一天 盖错张的是谁 就民众党 变成大新闻 他从开始就出包了 那时候 斩惊解体 费票就开除了 有没有开除 没有啊 不小心啊 就开始 看你是不是柯P的人 你是柯P的人 因为 因为民众党其他人跟 陈兆之并不熟识 陈兆之跟柯文哲是熟识 是为什么 因为他们是 陈前总统医疗小组的成员嘛 那他们一起挺陈水扁的贪腐嘛 说陈水扁已经快死了 不能关他 中华民国的法庭 没有资格审陈水扁 所有什么东西都是他们拿出来的 后来陈水扁 终于就把外就医了 这个阿扁实在厉害 把外就医 他还可以到 总统府前面去抗议 他还可以跟我一样 在主持电台的节目 他还可以 帮他你而成性语 到法庭上去辩论 你可以看到 所有把外就医 不应该做的事情 他通通做了 把外就医就是 让你到外面去接受医疗 那大家可以看到 当这批人过去的主张 你今天看到阿扁真的出来以后 那你们这批人 要不要替阿扁现在的行径负责 对不对 我们也知道 这次的选举 我们中华评国有三个选举 当过总统的人 分别挺三个人 马航九挺侯友宜 蔡英文挺赖清德 陈水扁挺柯文哲 陈水扁挺柯文哲 是挺的不疑 大家都可以看到了 那民众党最喜欢说 柯文哲每次讲 我们跟国民党跟民党不一样 我们的党 从政很容易 就是不要贪污 这不要贪污 你就挺一个贪污的总统 你还不要贪污呢 那我们其实可以看到 在险后 因为民众党有很多事情 真的是比到方江左板 让人家觉得说 你们的前谋也太深了 那我觉得蔡壁炉是一个 很重大的事件 蔡壁炉跟柯P三十几年 然后被一脚踢开 然后甚至没有 连尾牙都不腰他 我在前几天碰到蔡壁炉 你怎么都一直有遇到这些人 我也碰到 我就跟他讲 哎呀你 因为我们在吃饭 我说你现在都没有尾牙吃 你跑来跟我吃尾牙吗 他听了哈哈大笑 都来我这边吃尾牙 但董哥起码他吃到尾牙了吗 只是不是民众党的尾牙而已 那给董哥继续评论之前 我也要加码再讲一下 吴静怡他的补充 就是他也说 同时不只是政党的反感度 民众党是第一名 民众党里面的黄珊珊 居然也是立委里面 负面声量最高者 所以说执政党 既然还比这个 等于说民众党啦 他的新的政党啦 竟然比老招牌 还要更不堪啊 因为很多事情 你选完了以后 大家就可以来检视 选举前有很多激情 那激情可能就是说 大家就看 柯文哲纳组的操作 他自己也觉得很成功 小草 然后很茂密 都可以看到这样 可是选后以后 所有东西归沉静 那你就是到立法院嘛 那立法院大家就来看表现嘛 你们这八个不分期预委 怎么来的 就是由黄珊召集大家 我们来挑看谁适合做 这八个不分期预委 这些不分期预委 她自己是召集人 她把自己排第一 这个是华天下之大吉嘛 这个就包括她自己党类的人 都没办法接受 哪有人自己排自己 对不对 那到了进去以后 大家也可以看到 黄珊被当作一张牌 就说黄珊要当院长 蔡奇昌要当副院长 这一张牌在那边 那你对支持者来讲 民众党怎么可以这样 对不对 民众党不能这样啊 你显前一直告诉我们 民进党有多坏 我们应该跟他 断结关系应该怎么样 应该来监督他 你怎么去跟他合作 那合作只因为 你可以当院长 他可以当副院长 你可以拿到比较好的 所以你民众党那种背叛的感觉 我觉得是很强烈的 原来你们是在想这一块 你要以小博大 可是你要走正道嘛 你怎么可以去 对不对 去跟对方妥协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大因素 那民众党当然我们可以看到 就柯文哲 就是说 他每天到立法院 其实开始大家还觉得好玩 现在大家就觉得很讨厌 就是说你每天来这边 每天来这边找媒体啦 我老实讲来这边就是我每天 因为柯文哲很清楚嘛 大家看我们现在三党的主席 谁每天都有媒体声量 每天好几择喔 只有柯文哲 你是最小党 我们好几天没有看到蔡英文 跟赖清德的新闻 朱立伦也很少 不是因为今天共事营 而且一个是准备要接总统的 赖清德 他们没有每天都有新闻耶 柯文哲每天好几择 那这两天如果 国民党没有再开共事营 朱立伦也没有什么新闻 他好久没有新闻喔 是不是 那柯文哲是每天自己去弄新闻 他知道他到立法院 然后就可以跟媒体那个 所以他每天都有话题 什么事情他都可以讲 所以我们在座这三个人 不算什么 柯文哲才是全台湾最大的名嘴 什么事情都能够评论 他的YouTube一百一十几万 对啊 是啊 订阅 是啊 那我们可以看到 他就在找这一块嘛 让自己不要熄火 因为他没有舞台嘛 可是你久了以后 人家就觉得很烦啊 你每天来看 你不是说党团自主吗 党团自主你应该交给黄国昌 带领这八个人 在那边做攻防啊 那你来这边又要指导 那这个党就让大家觉得说 真的就是一个柯P的党 难道这八个人 柯文哲教他干嘛就干嘛 那他们没有一点自主性吗 那黄国昌会接受 柯文哲的两岸一家亲吗 不可能啊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在这一块我觉得他们伤害很大 那当然最后的一根稻草 就是杨宝珍 因为我们大家都跟杨宝珍同台过 也跟他接着说 他其实很委屈 委屈在哪里 因为他是民众党的发言人 他每天要坐在电视上 尤其立营那些电视上 那边要替民众党辩护 那明明做错了你要辩护的话 其实情何以堪啊 真的很难做嘛 所以你只要辞掉发言人 辞掉党团的副主任 只要辞掉 我没有这些党职以后 我没有领你薪水嘛 我就不领你薪水 我也不要替你辩护 那大家都很关心 杨宝珍最近的动态 说他会不会再付出 会怎么样 那当然有媒体说他会付出 但是付出当然是会 那可是大家可以看到 这些事情一见接一见的话 对民众党来讲的伤害就不小了 所以很多小草很多支持者慢慢的 发现说民众党并不是柯文哲首讲的那样嘛 那民众党现在被 等于说慢慢的被人家讨厌 然后一些支持者在流失 这也是理所当然啊 因为政治上你跟人交往一样 很多事情你讲话还是要算话 民众党是你讲话不算话 然后随时跟你反目成仇 这样的党你跟别人来做交流 或者在立法院这种折冲 你没有互信的话 那大家都怕你啊 所以连国民党都分两派说 真的要跟他合吗 他讲话不算话啊 对不对 你现在给他一个招委两个招委 他不算话啊 那到时候你真的操作起来的话 国民党不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吗 所以其实多数国民党支持者 是不赞成说什么要离让他 既然显前没有蓝白合 那显后呢 显后蓝白如果说真的有议题相符 可以合 我觉得没有问题 可是你也不能让他牵着鼻子走 我觉得这个大概就是一个方向了 原来好的益生菌 真的可以帮助入睡 汉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是国家认证AB克菲尔益生菌 含七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 能产生GABA 色胺酸等蛀棉因子 难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也是台湾市场上唯一添加 克菲尔益感菌M1的产品 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记转 对季节敏感调整体质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还有这只还添加被称为超级食物的 羽衣甘蓝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十字花科蔬菜 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 β胡萝卜素 维生素K 维生素C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 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专利制成 无塑化剂 无重金属 无人工添加物 无410项农药 无香料调味剂 无防腐剂 无色素 七大保证 七大认证 觉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点够下单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